新闻最后来看到学以致用让生活便利文化传承发扬 来看到新竹县内斯高中多媒体设计科的40位学生 把普渡啊嘻哈还有客家文化都融入了创作 也设计了昆虫玻璃工艺 更换起保育的观念 在美术馆展出毕业成果展 接下来就带您一块来看 我是客家人 雷查红板和发膏化身有声娃娃 用手捏一下还会说客语 内斯高中多媒体设计科毕业成果展 在县令美术馆展出 这个主题是以开花结果 那开什么花呢 因为我们的同学们 他高一所学的是平面设计 高二就是影片或者相片剪辑 高三就是互动的平面或互动的电脑设计 那把这些融合以后呢 高三的展览都会以这个文创 当作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灵感来自童谣 壁展主视觉以梅花梅花几月开花设计 入口梦幻粉色隧道 有祈福卡片 还有卷轴概念设计打卡花墙 因为多媒科本身是新兴科系 它本身在传统的美工广设之后 近年来的多媒科 所以它在成长的话就必须要跟之前的不大一样 所以变成我们的发展是多元性的发展 可以从他们展览中看到它的多元的东西 40位毕业生发挥创意和所学 十大主题 有结合3D列印技术 设计海洋生物蓝牙喇叭 夜灯和餐具 象征网军酸民 要遏止网路霸凌 也研发昆虫钓饰 克服高温烧制技术 玻璃工艺换起保育观念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现在动物已经被保育得很好 但是因为昆虫它可能比较小只 然后也因为比较常见 所以都没有被人保育到 所以我们想要借由就是这次的毕业设计 来用昆虫来表达出它们的美 然后是用玻璃工艺还有精工结合 做成视频 让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特色跟美丽 嘻哈文化还有台湾中原普渡都融入设计 这次也展出20多件美展精彩得奖作品 整期持续到3月3号 要民众共赏感受多媒科花朵盛开耀眼成果